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叫飘灵的物质 而当我们的身体在分解飘灵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尿酸 正常情况下 它会被我们的肾脏代谢出去 但是如果体内的尿酸水平高呢 就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 严重的甚至会出现生功能衰竭 那么说到这呢 第一种蔬菜就是菠菜 它其实也是一种高飘灵的食物 会加重尿酸高的症状 因为菠菜当中含有草栓与钙 丰富的食物同时煮的话 就会形成草酸钙沉淀 影响肾脏对尿酸的排泄功能 如果尿酸过高的人群呢 过多食用菠菜 可能会导致沉淀堆积于体内 对肾脏造成很大的损伤 第二种就是酒 酒呢 也是尿酸高病人应该避免的食物 因为酒精当中含有大量的高飘灵物质 长期大量的饮酒呢 可能会加重肾脏负担 这样就会使得身体内的尿酸难以排出 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人们出现痛风的症状 而且酒精呢 需要在肝脏组织代谢 会大量利用血液中的水分 导致血中的尿酸进入组织当中 形成结晶 加重症状 第三呢 就是海鲜 海鲜是大家都非常喜欢吃的美味佳肴 大多数的海鲜都会含有多糖和蛋白质类的成分 这些物质呢 需要依靠肾脏来分解 这个时候就会给肾脏增加一定的负担 尿酸在难以有效的排出体外之后呢 就会导致尿酸升高 第四类食物就是黄豆 在尿酸水平过高的时候 最好不要紧失黄豆 黄豆作为常见的豆类物质 虽然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卵磷脂 植物蛋白 可以达到补益身体的作用 但是黄豆的飘零物质含量也是比较多的 在尿酸水平升高的过程中 依然进食大量的黄豆或者豆制品 可能会导致尿酸过高 影响健康 那第五种就是饮料 很多人说 痛风不能喝啤酒 那喝饮料总可以吧 不行 因为果汁当中含有果糖 果糖在体内的分解会直接产生尿酸 同时它还会减少肾脏尿酸的代谢 这样一多一少 那体内的尿酸水平浓度上升的更快 更容易诱发痛风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